開始與一般的民眾使用小型化 個人化的農業缺合作模式 為了強攻牛樟之大餅 台灣創富推出新興投資項目 不少民眾看了好心動 紛紛砸錢投資 卻疑似誤入陷阱 寫本不規 我全部投了大約將近200 那現在還有快120萬還沒拿回來 像有一些藝人 國安局長 也是客戶 以這一間公司為例 主要提供兩種器座 分為三年約每單位本金9萬元 以及五年約6萬8千元 期滿後都可拿到12萬 中間的獲利每半年入賬一次 但從今年10月開始 有投資客拿不到錢 這才精訣有問題 被害人出估近4千人 總金額超過35億 6月後的應該都沒有收到獲利 然後就已經完全 遇到這整件事情 那些後期買的人都會認為 他們的業務也是其中一個 不止血漢錢拿不回來 被害人加碼指控 出資情況出問題 公司還不斷推脫 營造完好形象 加上公司定期舉辦慶工業感恩會 找來藝人表演代言 凝聚向心力 就連自家業務也籌錢投資 卻被蒙在鼓裡 陪上畢生信用壞的確是公司冷處理 我們實際打給台灣創婦 公司電話 沒人接被害人 只好組成自咒會 到地檢署地狀 檢方3號也發動搜索 炒組織犯罪違反公平交易法 以及詐欺等三項罪名提告 只希望公司高層能盡快出面 收拾爛攤子給交代 三選州關於王家海洋欣宜 桃園